上星期我陪伴了一副新的眼鏡 今天星期六 隔了六天 他打電話說我的眼鏡到了 一會我們就出去拿眼鏡 今早我由九點到現在五點才回來 全身汗 現在整個顏頭還是濕的 等我洗澡換件衣服 然後跟我一起出去拿眼鏡 Let's go 我要加緊腳步了 天開始黑了 我要趕快吹我的頭褲就走了 我從小到大 頭髮都不知為何會弄成這樣 每次吹完頭髮都是這樣弄成的 所以平時來看我拍片的頭髮這樣 不是膠出來的 我一梳完就已經是這樣的 其實早幾副眼鏡都說眼鏡800倍的 不知為何近這兩個我就在8倍的 現在去拿眼鏡 英俊都飽了 這支現在都要吃14元 我以前買的那支都是5-6元 不過這支真的很好用的 在那時候讀書的 可能罰一罰抄就已經沒有一支 現在眼鏡就拿了 是不是吃過紀文青這樣的款式 英俊都爆了 你英俊了 用不著你說 不過去益道裴眼鏡 其實你問他拿眼鏡布 他會給你一個眼仔 然後就會去扭蛋機扭 一個扭蛋就有兩個眼鏡布在裡面 這一刻我就約了SEN哥去吃日本東西 帶你們一起去 走吧 我一直在這裡 去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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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準時10點回來 現在在看這段影片的你們 其實這段影片在5月27號拍的 即是星期六拍 星期日你們就看到了 因為我最近在研究 如何把我的拍攝流程縮到最短 盡量拍多些這些Vlog的東西給大家看 因為我主要傾向比較喜歡拍攝生活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 但今天的主題是眼鏡 這副眼鏡我沒有記錯 好像是15年年中的時候配的 那隔到現在17年的5月 我才配過這副新的眼鏡 是不是整個人都很鎮定了 有句話叫做 帥氣的人 怎麼戴都是這麼帥氣 其實我配什麼眼鏡都是這麼好看的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我換完眼鏡之後好看了 就給個like 如果不好看的就給個dislike 還有記得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See you 拜拜 好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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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